接著我們來看一些題目 現在還沒有交電阻 所以我們給各位的題目都是簡單的 串聯跟並聯 串加串聯是要相等還是相加 並聯是要相等還是相加 跟當初的電流的時候一樣 等到以後有交電阻的時候 題目會變得比較麻煩 但是基本想法還是一樣 弄清楚電壓電流 串聯並聯的公式 然後往裡面帶就對了 第一個題目他告訴我每個電池都是1.5伏特 然後有這樣的接法 請問你 ABACC樣子的電壓是多少 那我們講過 每個點都有他自己的電位 接上去就這個電位一樣 所以要量定位差 要叫去並聯去量它 就這兩點 所以你看到AB就是這兩點 那裡面就是一個電池 所以就表示 AB量呢就是一個電池的電壓 題目告訴我一個電壓多少 1.5伏特 所以呢 AB呢就是1.5伏特 那麼下一個呢叫做 AC 那AC呢就是我們這兩點 這兩點包含了幾個電池 兩個電池什麼聯 串聯 那我們前面給公式 電池電壓串聯的時候要怎麼做 電壓串聯要相加對不對 總電壓是分電壓的核 所以一個是1.5就1.5加1.5變成 3.0 所以它就是3.0伏特 因為我量的是AC 這兩個中間兩個叫做串聯 那麼下一個呢 要我量的是C株 C株呢就是這兩點 那麼就中間這一組 這一組什麼聯 這一組叫做并聯 那前面講電壓并聯公式是什麼 總電壓跟并電壓是一樣的 1.5 1.5 并聯起來還是多少 還是1.5 還是1.5 所以呢 我們的C株之間就是1.5 最後一個叫做A跟株 A跟株呢就是這裡跟這裡 那麼這兩個是串聯 這兩個是并聯 并聯再串在一起 那因為這兩個是不是就等於一個 就等於是三個串聯一樣 就等於三個串聯一樣 串聯是要怎麼辦 串聯是要相加 所以1.5要加1.5再加1.5 所以就會變成4.5 變成4.5伏特 這就是我們的立體 很簡單的運用 我們電壓串聯跟并聯的公式 就可以把它給解決掉了 OK嗎 OK 下一題問各位 他說這裡有一個裝置 他說R2是4伏特 R2是4伏特 然後呢 我的外面的總電壓 電池給的是12伏特 那請問你 R3幾伏特 R1幾伏特 也一樣 用我們前面交的 串聯跟并聯的公式 簡單做就做出來了 這裡都完全都不複雜 就單純的運用 串聯跟并聯公式 就可以解決掉了 來 R3應該多少呢 R3 小女生好 這裡很簡單 Number 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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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號這樣 10號 來 錯了 來 多少 多少 4 12 12 請坐 R2跟R3是并聯 所以并聯電壓一樣 所以并聯電壓一樣 那麼我們的R2是4伏特 R3是4伏特 就4伏特 你的12伏特是外面的總電壓 這個總電壓分給兩塊 一塊分給R1 一塊分給R2跟R3的并聯的結果 所以這裡他後面這一塊絕對不會是12伏特 12伏特是我提供的電壓 被外面消耗掉 兩塊在消耗 一塊是R1 一塊是R2跟R3的病聯那一塊在消耗 所以他不會12伏特 那根據我剛才的說明 你就很容易會知道 R1多少 前面交公式了 我剛才在口語上也跟你交代他們的狀況了 你就很容易猜得出來 R1應該是多少 27 8伏特 R2跟R3并聯電壓一樣 就當作一個就好了 當作一個 那麼這一個跟R1串聯 串聯的時候 總電壓跟分電壓 是總電壓等於分電壓的核 所以就12伏特等於R1加後面那一塊 後面那一塊病聯就是 剛才講的就多少 就是4伏特 所以呢就變成 R1加上4伏特要等於12 所以呢 R1就是8伏特 那就講過了 這裡都是很簡單的 很單純的運用了 串聯跟并聯的公式 就可以做出來了 可以嗎 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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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